激进的教堂沐浴在蓝色星空之下 显得是格外神秘 另外这张教堂在染上编纷色彩 也象征学校的活泼气息 东海大学路十一教堂建立至今刚好满50周年 下方举办回顾活动 邀请学生艺术家还有校外的摄影达人 一起来记录教堂之美 素材比如油画 脚彩 水彩 水墨 板画等等 不同方式来呈现路十一教堂之美 那我们也希望艺术创作者 借着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技法 把他们心目中所看到的路十一教堂 最完美的最特别形象把它呈现出来 但是我们也希望发挥他们的一个创意 不只是模仿路十一教堂的形象 就是我们把路十一的精神也能呈现出来 回想起50年前路十一教堂准备兴建的时候 有不少建筑师认为设计图难度太高 便不看好能够顺利完工 如今走过半世纪 经历过多少次台风地震 教堂依然屹立不摇 树立在这片草皮上 也让许多校友特别感动 我在民东我爱东海 我在海东我爱东海 我在风陵我爱东海 摄影展事实上第一名是校外人士 因为他是一个摄影家也是一个录影家 刚好在去年圣诞节的时候来录影 他就拍了那个作品 他用广角镜头把那个管学院团练习演奏 这样的这种氛围表现得蛮成功的 那第二名的作品是叶人伟的作品 他那张作品是从教堂后面的光 我想在光的部分他们都运用得蛮好 随着时间就要进入11月份 校方也准备迎接传统的校信主题乐 希望借由这场教堂回复展 率先打响第一炮 也期待能吸引更多校友会来共襄升举 重新感受当年的校园情境 记者回家哄哄出车了